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何篤玲 好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 最好是這麼抓不住 最好是你很有魅力 是 永遠還有比你條件更好 更漂亮 小三小四小小六是不是 真的 大家都還是 對自己真是一個大考驗 好 來 歡迎我們命里老師 首先歡迎黃詠布老師 大家好 來 接下來歡迎吳美玲老師 老師好 來 接下來歡迎愛麗絲老師 老師好 來 歡迎幾位來賓 看好一下什麼樣的男人 你就不要挑戰自己 是 首先歡迎兩性作家 欣西亞 欣西亞好 接下來歡迎陳玲玲 玲玲姐 接下來歡迎許盛美 大家好 來 女生跟夢想中的另一半 都叫什麼高富帥 三高 身高高 最重要的收入高 還有延遲高 來 這位 我真的是 看過這麼多演藝圈的帥哥 這位不是演藝圈 太帥的 但他真的是很帥 真的是長得很帥 那當然他的財富 可能比贏權還要高 對 對不對 我們今天看戲的時候 什麼澳門有一個這個什麼 喜米華 是 這位帥哥 他的什麼大老婆 還有什麼 小三 小四 一個比一個條件好 一個都比一個覺得說 他一定最後栽在我的手裡 我就可以收服了他 但是感覺上好像 他哪一個都沒有聽過 因為每一個女人都想要成為 他生命當中的最後一個女人 然後你都以為他是 自己是他最後一個女人 結果不是 後面還有一大堆 先講一下喜米華 先講他條件有多好 對 他叫周卓華 他現在旗下的太陽城集團 先講資產 總資產可以檯面上看得到的是 一百億港幣 一百億港幣 一百億港幣多少錢台幣 四百 四百億 四百億 嗯 再拿去看 港幣 四百億 四百億 然後他有多厲害 他的以前的故事 我就不用講了 四百億是不是要拚了 跟他拚了 他是 大家知道澳門以前有個崩牙居 他是他的大弟子 崩牙居 那個你知道出國深造之後 他就承接了所有的博弈 足球 娛樂 總之你要聽到 太陽城集團 他就是單獨獨資 他是老闆 那今天這個新聞是什麼 大家有多羨慕他 我覺得他的魅力在哪裡 他不算高 我覺得他每次出來 他不是個子很高那種 但是他好Man 你有沒有覺得 那一手一握 小三就跟著他走了 他的故事是在於 他的老婆叫陳慧玲 幫他生了兩個小孩 不是那個歌星陳慧玲 不是 不是 另外一個 可是這個陳慧玲 在澳門 香港也非常有實力 人家是富家千金 那嫁給他之後 陳慧玲其實長得很漂亮 各位知道嗎 他這個大老婆多有趣 三不五十 在他的IG 就是他的網路上是秀什麼 秀馬甲線 大老婆 我生完這麼多小孩 馬甲線 好 就是說讓你沒得挑 他的小三 大家應該都知道 Mandy Mandy是個混血兒 Mandy之前的男朋友 大家知道嗎 陳柏玲 他就是陳柏玲 那個混血女友 那後來跟著這個大亨 就成為他的小三 我先講一下 小三跟這個原配有多厲害 鬥到什麼地步 有一天小三就宣布 對外高調宣布 我懷孕了 人在英國倫敦 這個大亨在英國花了十億 幫這個小三買了一個豪宅 好 就放在英國 十億買一個豪宅 混沌真的不便宜 在英國要有一個古堡式的 不便宜 小三就對外宣布 我懷孕了 香港狗仔都快瘋了 他還講說 那個到時候 喜敏華會來陪我 好 他才宣布完之後 大老婆說 我早就懷孕了 沒有 鄭公也懷孕了 你看這男人多MAN 同時老婆 小三同時懷孕 好了 那這時候呢 什麼叫很MAN 你們這些人是怎麼講的 我覺得很好 還有更那個的 因為大老婆呢 就宣誓主權說 我已經決定了 剖膚生產的日期 是喜敏華的生日 他生日 我要送給他一個禮物 我要送給他一個前世情人 因為一照的 常英國之道是母奶媽 那很開心對不對 而且老婆要送他禮物 那小三就著急了 因為他算了一下時間 他顯然落後了一個禮拜 他的預產期可能會落後 那完正公 喜敏華有可能是在香港賠產 沒有辦法去英國 對不對 這輸很大耶 對啊 那怎麼能輸呢 打多少那個催生針 都要把自己的小孩逼出來 真的假的 真的 後來你知道嗎 Mandy的小孩硬生生 比陳惠玲的女兒 早了一個禮拜 而且他在他的網路上是秀什麼 他說 我沒有打催生針 我是在水中生產 水中就可以自然產了 我連剖膚都沒有 小三都是輕描淡寫對不對 可是你一聽好有壓力 好 這一輪小三是不是贏了 大亨是不是很愛小三 但是最近又發生一件事情 因為小三太厲害 所以大亨就規定 小三你不要回來 我剛剛講十億之外 另外還給他了一些資產 小三現在就在英國帶小孩 安苡萱結婚對不對 不是有個派對 小島婚禮 因為喜敏華一定會去 因為安苡萱的老公 陳榮戀也是這方面 金融投資 那這個喜敏華一出席的時候 大老婆她沒有帶著 小三也沒有帶著 她帶了一個傳說中的小四 叫松岡里娜 是日本的蠟膜 你知道Mandy是個混血蠟膜 你就罷了 你現在去找一個日本的 又是個蠟膜 年紀又比我小 你可以想Mandy的心情 我老公也算男朋友了 現在沒有來英國看我 但是是跟這個小四 就是在安苡萱的婚禮上 熱舞就被排到 就說松岡里娜是小四 那篤林哥手上的這個新聞是說 大亨真的累了 第一 因為第一時間Mandy從英國 傳了簡訊 大罵松岡里娜 你不要勾引我奶 告訴我 小三罵小四 小三罵小四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小三又打電話給大亨說 這怎麼回事 你叫我不要回香港 不要學回澳門 你自己 男人有壓力了 所以 你知道這大亨有多辛苦 他為了不要讓大老婆傷心 所以花十億把小三放在英國 現在又為了不讓小三傷心 所以他又弄了一個大的版面 你知道他買了那個 香港的媒體發聲明 什麼聲明 各位 我跟松岡里娜小姐不熟 那都是媒體操作 你們這樣新聞 傷害了我的家人跟我的朋友 造成我很大的困擾 再寫我告你 知道了嗎 請你 大亨其實也不是真的要告 大亨是要告訴小三說 我有寫了 我告訴大家 我跟松岡里娜 真的沒有 累 累不累 不累 當時當然就會有很多網友 會講說 小三你活該怎麼來的 你就怎麼沒了 對 讚 幫你按個讚 對啊 但是這支精采的連續劇 一定有下行 我也覺得喔 一定有 來...修一下這段廣話 馬上回來